日本北海道的東北方 要送我們臺灣 臺北市立東北方 一堆單頂河 國際9月14號 都會送到我們臺灣 一隻港的一隻母的 這也是日本第一次對我送出單頂河 也是我們臺灣第一次印證單頂河 這隻可以更加加近 協商 自食優雅 港的單頂河 叫做BG 這隻常常米粉紅 比較沒有習慣人接近的母的單頂河 叫做桂花 他們要24號 為日本北海道出發 來到台北市立東北方 東北方也把他們人家準備好了 因為北海道夏天 冰金 溫度只有25度 比臺灣多 怕臺灣太熱 人家上頭已經放蝴蝴子來帶在頭 另外港溫的設備 也一定要準備 那裡頭我們還有加噴霧的設施 那另外還有提供那個水池 也是有冰水控溫的 那個都是在20度以下的溫度 這是日本第一次把單頂河送給其他國家 選到代表市立東北方 一方面是上行風風的 教養技術 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東北方 在2004年 細心照顧 和穿拍胸的單頂河 讓他為他差一點點要死去到可以健康站起來 甚至可以壓風的力量 從那時候的七公斤 增重到九公斤 從當時併煙了 沒辦法直接的活動 到最後我可以展示可以奔走 目前全世界在亞外的單頂河素領 國際大學有兩千一百隻 亦在做是自然保育人民 紅皮書裡面有消息危險的物件 日本北海道的東北方 送給台灣這堆單頂河 。